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达到战魂记了 由于左龙血迹可以唤醒赤龙了 八哥 你该醒了 龙祖的气息 看来它在真龙界得了大机缘 是个好苗子 难怪小蝶会对他如此看重 叛徒卓大现身云电广场 请速来支援 卓大发动叛乱了 卓大 启禀宗主 云电卓大传来消息 紫吉阴体已被转移到云电 且宁蝶生死大劫将至 他趁此机会发动叛乱 时机不错 不错 待他抓来紫吉阴体 我便可突破神海境 大王 龙家有要事 以您贴身禀告 你不在西域坐镇 来这儿发什么浪 哎呀 妹妹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姐姐真是欢喜得紧呢 够了 说正事 是 崔允少主和四名云电弟子一起进了升龙台 后来宁宇蝶赶来 他对奴家百般欺辱 宗主 出大事了 少主命排碎了 能领悟第二层法则圆满 悟性不错 云公主 我想立即参加接下来的试炼 尽快拿到真龙之血 只要你能通过第二关灵魂试炼 便可成为我龙渊公弟子 得到真龙之血的赏赐 灵魂如何失脸 灵魂境界共七宠 从低到高 为战魂境 碧魂境 银魂境 金魂境 神魂境 真神之魂 彼岸之魂 灵魂修炼门槛极高 但只要踏入战魂境 便宛若实体 可离体而战 肉身 真元 灵魂 三者兼修 便能全面提升实力 再无弱点 你 你的灵魂 有些特殊 我修炼过一本 明威精神刺的功法 也算是对灵魂略有修炼 天龙才俊 今朝登高地 下界无双 千年难欲依 这 是 低调点 低调点 我不过是 领悟了空间法则 又将得到公主青睐 实在是 不值一提 不愧是拥有 智慧之龙角的 书月康大人 低调 又有内涵 哪来的蠢啊 看 公主的飞天脸 公主来了 看 你看 公主身边的男人是谁 罗征 他怎么会和龙渊公主在一起 下方便是龙渊公试炼第一关 法则试炼 法则 此乃法则封碑 你可选择任意一座方便碑进行参悟 只要能领悟法则第二层 便算通过 多谢 那我就先去参加试炼了 嗯 老妖婆还在 哎 夫人 事事无常 远距远散 我等这就离去 不必相送 三位俊俏郎君 哪儿都别去了 快到奴家心里来 执迷不悟 一活 呸 呸 臭不要脸的老妖婆 赶紧奋都跑啊 你们想做鸭寨狼君吗 哦 哦 你们越跑 我的小乖乖越兴奋呢 被他们抓到的话 会让你们欲仙欲死了 哎 我不要做鸭寨狼君啊 哎 欸 啊 啊 啊 你 她 呀 剑星通明 倒是难得一剑的剑道苗子 冥王的血脉红意 射风下界的人族势力 都是挺长盛的 一体双魂 下界还有这么稀罕的体质 等会儿可有趣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只是略有提升 离神丹圆满还差一些 倒是让我真缘恢复了 看来只有去真龙界 才能找到突破虚节径的契机 你是第一个抵达的试炼者 触碰龙珠便可前往真龙界